面对2018从加州的劳工新法 联邦移民法改革到这全美历年最大的税改 成千少万的华人过主到底要如何因应呢 来自美国联邦和加州多位的官员特别联手 南加州华新保险来举办企业雇署研讨会 以实际行动关心美国企业主 华新保险总裁张国新2018年盛大宣布 将再次联手美国移民局劳工局等多位政府官员 三月份一连举办四场大型企业雇主研讨会 帮助企业组预防各种恶意欺诈 他们发觉说过去十年里面 这个人换了大概十个工作 过去的每一个雇主都被告 然后他现在离开了这个钢位之后 他后面的另外两个雇主 又有两个雇主 那两个雇主也被告 也就这个人的生命之中 他的工作就是去找这个公司 有什么地方有漏洞 不只活动盛大 因应美国三十年来最大税改上路 华新保险还找来资深商业劳工法律师 公司税务会计师 以及商业保险专家 要为企业主一次解答 活动甚至准备找来美国白宫代表 美国国土安全局与移民局三方官员 来精准告知企业主如何面对联邦官员之法 你敢不敢不开门 因为他们都穿着制服 那个熊啾啾气昂昂的样子 气势很吓人的 可是你如果说开了门让他进来 跟他们配合 跟美国移民局配合 跟美国国安局配合 你很可能犯法 犯加州的法 他是联邦 但是加州说不可以 三月份一连四场大型企业雇主研讨会 分别是三月一日 周四下午一点半 在安大略机场酒店举行 其后三场还将在圣盖博 尔湾 哈岗等地举办 观众查询更多详情 请上华信保险官网 多文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